好 赏金业是宜花东重要的海洋观光产业 为此海委会海洋保育署推动了友善赏金 并且在花莲赏金休闲码头举行了 2024大海之歌寻金启航的活动 台湾赏金在1997年在花莲实体港海津号首航后 到今天历经27个年头 赏金业也成为了宜花东最重要的海洋观光产业 海洋保育署所推动的友善赏金 船长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赏金船与金屯和谐互动之时 除了肩负起让优客开心赏金之外 同时也传达珍惜海洋资源的观念 因为我们太平洋海险非常的干净 所以当你立下头就会看到水底 里面他们的身影不到海面上来 现在在我们的左边 有没有看到左边好多平均海盾 在阳光上身下好像也影音般 非常的漂亮 台湾其实从宜兰花林到台东 都有非常丰富的金屯资源 那从1997年开始也扶植了 相当优质的赏金产业 海洋鼠推移友善赏金 其实是希望借我们这些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爱心的船长们告诉大众怎么样去 近距离认识金屯又保护他们 那特别这段期间因为正情的关系 可能大家比较担心没有到东海岸来做旅游行为 所以海保署器也特别呼吁大家 海洋资源海洋生物海洋金屯一直都在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可能尽量到花莲台东来 跟我们的一些很有经验的船长们 一起到海上去认识我们宝贵的海洋生物 活动中海洋保育署长黄向文也表扬 来自一花东21位一线赏金船长 感谢他们在海洋保育的贡献 另外也特别安排两艘赏金船 带领100多位的小朋友出海赏金 除了将友善赏金传给小朋友之外 也希望用实际行动力挺花莲正后的观光产业复苏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